川普政府考虑严控J1交流项目和暂缓递解无证儿童计划 专家担心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那么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 湘云 好的挑战 川普总统表示将在三天内宣布是否继续奥巴马时期出台的暂缓递解无证儿童计划 这项移民政策保护了78万名在儿童时期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不被遣返 并且提供两年的工作许可 到期后还可以延续 这当中有80%的无证移民来自墨西哥 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审议这项政策 而美国十个州的检察官也已经准备在9月5日联署提出对这项法案的诉讼 而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包括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和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在内的数百名企业家联署公开信 呼吁保护这些自小就被带来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 并表示这些梦想家是维持美国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我们采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劳工中心主任肯特黄 他表示如果将这些受过美国教育栽培的年轻移民遣送回国 对美国社会来说会是巨大的损失 他说这项法案其实也保护了许多年轻的亚裔无证移民 包括他所教导过的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的学生 一起来听听肯特黄怎么说 即使他们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在暂缓缔解无证儿童计划之前 他们不被允许合法工作 所以他们无法利用大学学位来找有偿的工作 大部分的人在这个计划出台前 只能从事地下经济 帮人打扫 做家教或除草 这对我们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的集体投资来说 是巨大浪费 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中小学教育 也为很多人提供了大学教育 继续暂缓缔解无证儿童计划 以及通过联邦梦想法案 会为我们带来共同利益 允许这些是美国为唯一的家的年轻人 为整个社会利益做出贡献 是的 川普总统今年4月公布了买美国货 雇美国人的行政令 下令审查移民法规 据报导 川普政府考虑削减外国工人的交流计划 也就是J1签证计划 其中包括允许外国年轻人 在美国短期工作的暑期工项目 肯德皇表示 此举会影响到所有的外国劳工 不论是季节性工人或是高技能人士 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川普呼吁全面性的去除移民 不论是来到美国为我们急需的高科技 和其他重要产业效力的高技能人士 或是在旅游业繁忙的夏季 业主所需的季节性工人 这项大力度限制移民的提议 会带来破坏性 非常严重的全面影响 是的 在川普可能撤销暂缓地解 无证儿童计划消息传出之后 在旧金山 华盛顿等地都引起了群众的抗议 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 也在脸书上呼吁川普政府 保护这些在美国长大 珍惜机会的梦想家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的 感谢许香云发自新闻中心的报道